我们今天讲这个吐气成佛法 吐气成佛法 那这个法呢 是这个 罗那上师本身所讲 他的音言呢 是因为这个 罗那上师以前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红法当中 他说了很多的法 那其中有几个弟子 这个求法心切 他很想啊 很快的这个成就 所以就威胁这个罗那上师 当时是这样子讲 是说那几个弟子拿刀子 这个威胁这个罗那上师 他说你一定要传这个最快 最速 马上可以成就的法 否则就要把罗那上师给他杀掉 这个弟子是这样子是比较过分一点 那么这个罗那上师到时 他说好最快最速 他就讲了一个吐气成佛法 这个法很简单 他是这样子讲 他说你吸满一口气 然后再把一口气吐出来 这一口气吐出来是 要细 要慢 要长的这一口气 在吐出来的时候啊 连你自己的心 也吐出来 他说这个是吐气成佛法 是最快的 那么当时得到这些法的 这个弟子 当然是很简单的 这个吸一口气 再吐一口气 把心吐出来 他就成佛了 是很简单 那么我就不知道 这几个人有没有成就 有没有成佛去 那么我 知道这个法以后啊 其实这个是很快速的法 绝对是没有错的 据我所知啊 这个也是第一难的法 也是很困难的 以前大成就者 在灵左成佛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 我可以跟大家这样子讲 那个心啊 那个心啊 所谓的心啊 跟着气一起走 这是密教 密教是心气合一 但气一出来的时候 心跟着气走 也出去 单单成就 以前那些老和尚要走的时候 都是这个方法 根本上就是这个方法 把你身体的心 什么是心呢 无形的 就是把你的命事 把你的生命 把你的生命的意识 送出去 依照你的意识 送到净土的地方 当然就成佛了嘛 这个当然是最简单的啦 但是问题在这个 你的生命的意识啊 你的那个心啊 是不是能够跟着气走啊 问题是这样子 很简单 你呼出去 从鼻子呼出去啊 心跟着气一起走 你就成就了 老和尚定下来 要演己的时候啊 很简单啊 啊气色蛮好的 红红润润的 盘腿啊 大家念佛 然后就跟大家讲啊 说我要走了 那么他就眼睛闭下来啊 呼出一口气 把自己的生命意识啊 完全跟着一口气 出去到净土去 这个当然是寄生成佛 马上就走 这个弟子从旁边过来 摸他的鼻孔 没气了 因为这一口气呼完了嘛 他的生命意识就是跟这一口气走嘛 罗纳上师讲得对 这问题在哪里呢 你们要寄生成佛问题在哪里 是不是你呼出这一口气的时候啊 那个生命意识能够跟着走 问题在这里 能不能到达你理想的净土 问题在这里 而不是你放一个屁 而不是你放一个屁 你生命意识跟着屁走 啊有的人是这样子啦 是我听说有人上厕所了 用力一压这个他血压高嘛 一用力的时候啊 就当场就坐莲花走 就坐在马桶盖上就走 这个是生命意识跟着那个屁走 也寄生成佛嘛 当然是比较难 难讲寄生成佛 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寄生成佛 也是寄生成就 马上就得到结束生命了 但是能成就吗 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看佛教很多历代高僧 他们说走就走 这个就是吐气成佛 罗纳上师讲的 这个就是吐气成佛 不简单的啦 不简单 问题说心要跟着气 而且能够达到 你自己期望的尽头 所以这样也一样要泡 这个平时啊 你自己本身修炼的功夫 你的功夫身 你能够把你的心光体 在灵邪上讲起来 就是把你的心光体映出顶峭去成就嘛 这个就是吐气成佛法 希望大家好好修 这个你这个气啊 出来的时候啊 心跟着走 有一天你也可以跟这个高僧大德一样 大庭广众之下 脸色红润 说我要走了 结果你吸满满一口气 吐出一口深深的气 大家要帮你念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帮你念 面来半天你眼睛再打开 原来走不成啊 原来没有走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生命意识啊 没有办法跟着这个气走 功力不够 你的这一股气啊 跟神啊 吸的这一股气 跟神还不能合一啊 神气合一的那种状态 不能把生命意识映出去 那这个要靠修炼的 那么我在讲啊 这个吐气成佛法 到底是什么样子 是密教的吗 因为气啊 是属于密教 但是也应该讲起来 也是属于禅的 禅宗 禅宗 禅宗的成就啊 也可以这样子讲 那一种心啊 其实就是一种空性 生命意识 也本来就是空 生命意识 本来就是空 你认知了空性以后 你认知了空性以后 把自己身体的地水佛 给它分解 就成就了 就成就了 Om Ma Ni Be Mi Ho 那我们再谈这个 吐气成佛法 这个吐气成佛啊 说来很简单 其实要靠自己平时 修炼的这个 禅定功身 心气香水 才有办法达到这一种境界 那么在最快速的佛法之中啊 我们晓得也有几种佛法 可以讨论到这个 能够很快速成就的 在密教里面也有七日成佛法 七日成佛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是很好的法 你把自己观想 成为一个Homes 一皱意识 成为一个阿字 阿 那么以阿字的这个勾啊 来勾置自己的Homes 实时做这个观想 这也是很好的方法 这个成就 就是七日成佛法嘛 七天嘛 你把自己观想 成为一个Homes 一皱意识 观想成为一个阿 勾在一起 那么一段 你一段气的时候啊 一个阿 Homes 一念 一勾住 这个阿字啊 观想 勾住 Homes 一拉 就进入宇宙意识里面 这个是密教 很快速的成就的方法 所以你不管 你躺着也好 坐着也好 站着也好 你都观想自己是一个阿 还是一个Homes 那么 希空就是一个阿 那来勾住你这个就 往上一提 你就成就了 这是属于密教的 那么净土中也有 也有七子成佛法 我们看阿弥陀经里面 念佛一心不乱 这个西方三圣现前来接云 接云就等于那个勾一样的勾住你 往上一提就成就了 佛一现身啊把你一射收 你就往上到西方极的世界 所以我自己本人啊 觉得学佛啊 福法那么多 有的时候啊 你要得到成就 你倒不如念一个南无阿弥陀佛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净土中念南无阿弥陀佛 念到一心不乱 难就难 一心不乱 难在一心不乱 主要还是讲一个心啊 你心不乱 你就成就了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念个 十万 百万 千万 亿万 日日不忘 临终啊 三圣现前 接予你往上 也是非常好 这个是比较稳 稳啊 我是讲说是比较稳 因为你只有念一个 南无阿弥陀佛 比较不会出乱子 比较不容易出乱子 因为你到底念了南无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就观想南无阿弥陀佛 这以这个善的因缘啊 跟佛结言 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结言 到时候他现前 接引 就勾你 就上去 不用拉师尊的这个喇嘛群 你拉我的喇嘛群啊 这个我拉我这个一拉的去喇嘛群就掉了 还是念佛可以念佛持咒 一个阿一个吼字嘛 也有人讲破瓦法 破瓦法就怎么样 这里呀开个顶峭 我是破了瓦的 这里开个顶峭跟中脉通 临终的时候把心事由 应用这股气呀 喇嘛由中脉啊 把你的心事 透过这个顶峭这里 飞升 这是密教的法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哦 我想到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 按照佛法所说 一切皆空 没有上下左右八方十方的 何处是净土 何处又是第一 你自己想一想 什么地方是净土 什么地方是第一 十方世界 何处是净土 何处是第一 密教讲啊 你心事啊 要挣扎要出来 要从这里出去最好 从这个顶峭出去 就是往生 难道这里上去 就一定是净土吗 为什么不从底下下去 也是净土 从眼睛出来 难道不是净土吗 从嘴巴出来难道不是净土吗 为什么从这里出去才是净土 净土到底在何处 所以这里又谈到 不是讲一切皆空吗 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 这是我发现的问题 大部分人讲我们生命意识啊 要出去这个身体才能到净土 对不对 一般的佛学讲啊 这个生命意识要出去 像这个吐气成佛花 也是要出去才能够到净土啊 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 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 我里面岂不是有净土 问题就是在这里 到底何处是净土 我假如生命意识都留在我心中 我根本不走 我也不从顶翘出去 也不从这个吐气 也不从这个鼻子出去 也不是从这个屁股出去 我就在里面 难道里面不是净土吗 这是我的问题 你们回去好好想 何处不是净土 何处不是净土 为什么要出去 内外可以打破啊 何处不是净土 哪里有内哪里有外 你体会到这个 你就进入空性 这是我的问题 也是我的物境 有形有象的 净土就在这里 就在一根毛子上 一根毛子 毛间 何处不是净土 你心能够安 何处不是净土 佛教讲的 你心能够安 安了你的心 何处不是净土 不要去想那些有形有象的 你以为从这里出去就是净土 从底下出去一定是第一啊 底下的反而是净土 从顶上出去的反而是第一 一内外一打破啊 哪有上下之分啊 所以破瓦法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形象 叫你知道 叫你知道 你自己本身是向上的 向上的 一种形象而已 所以这个按照佛法里面讲起来是很深的 重点在一个心 你心能够安 任何地方都是净土 任何地方都是净土 你心能够安 你早就成就了 早就在西方极乐世界了 你悟得空性了 早就进入无色界了 你生活非常的愉悦 早就在极乐世界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个大索印的特性 这个大索印啊 是属于这个藏密 白教最高的大法 那么藏密呢 有四个大法 也就是红教的大圆满 白教的大索印 花教的大圆圣会 另外这个黄教的大威德 这四个大法各有特色 那么我本人啊 也就是修这个大索印的这个法 那么大索印的这个法呢 当中啊 很多人不明白 以为大索印 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啊 所谓大索印 看这个名字 那么想它的意义 以为就是啊 结个索印 那么这个就是大索印 其实不是 我自己个人的解释是这样子 这个大 一个大字 就是代表无上 没有比这个更严满 这个就是一个大字 手呢 这个恨啊 就是方法 就是佛法 这个严满了无上的佛法 印啊 我们在密教里面讲印 都是讲相印的 其中有很多的意义啊 但大部分可以这样子解释成为相印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样呢 无上最严满的佛法 相印 这个就是大索印 所以不要搞错了 很多外面这个密教的说 哦大索印 他就结一个索印啊 这个就是无畏印 这个就是一燕印 啊 这个叫做触地印 啊 触地印 那么结几个索印啊 这个叫 齐克印 啊 齐竹印 就是这样结几个索印 他说哦 我就了解大索印 这个不是 很简单讲 大索印法 就是从凡夫 从凡夫 一直到成佛的过程 都叫做大索印 那么解释完这个大索印 我们要讲这个大索印的特色 大索印让你修成了 有三个特色 三个很特殊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平等性 平等 第二个是无公用性 无公用性 第三个就是自然性 那么这里面啊 你看到这三个特性以后啊 你会觉得说 很奥妙 很不可思议 你看第一个平等性 平等性 大家谈到平等 大家都知道 哦 一切都平等 无言大慈 同体大悲 就是平等 把众生都看成佛 你自己是佛 就是平等 那么今天既然讲平等 为什么师尊啊 坐在这里 高一点讲话 你们坐在低一点的地方 听法呢 这岂不是不平等 尤其啊 这个西藏密教 不平等才厉害 你说法王啊 卡玛巴 他坐的位置 一定很高的 很高的 再来的仁波切 佛佛 又再坐的低一点 再来的一般的喇嘛 坐的更低 一般的在家就是更低 就是一层的 在家居室 喇嘛 仁波切 法王 法王坐在最高的地方 这个不是不平 这个就是不平等 怎么解释这个平等性 今天假如要讲平等 好 一切都是平等 那么我下来 你们上来 我下去底下坐 你们上来讲 这个我记得以前 中国国父孙中山也讲平等 他的讲平等 是出生立足点的平等 画一条线 一开始出生大家都平等 每一个都是公公 都是这个baby 公公公 大家都平等 但是你开始成长的时候就有分别了 有了成绩好一点 第一名 你头脑袖斗了 他就是最后一名 这个就开始有分别出来 所以立足点平等 是人讲的平等 人在讲的平等 像国父孙中山 讲的平等 就立足点 大家都是一样 出生的时候大家都一样 以后慢慢开始学习语言 学习动作 学习种种的知识 就变成不平等 所以有老师跟学生之分 有上师跟顾员之分 就会产生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平等 但是底下的立足点是平等 他讲的平等是这个平等 今天在这里的佛法讲的平等性不是的 是最高点的平等 佛的法身是同一个法身 你只要成就了 跟诸佛平等 跟所有的佛平等 这是佛法的平等 是最高点的平等 跟一般世俗的平等不一样 今天我学佛 师尊本身来讲了解的比较多 坐在高位 跟大家说法 今天哪一位这个上师呢 他已经成就了 他坐在高位 跟底下的人 跟底下的人说法 跟底下的人说法 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在在佛心讲起来 他看众生一样的 将来修行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大家都是平等 都是同样的佛 密教里面是这样的 密教里面是这样的 所以有平等性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不一定是相等的 但是在最高的境界是相等的 所以密教有起法号的时候就讲了 就已经就已经讲了 像这个仙人法师 我们就可以讲是仙人佛 他又是仙又是佛 明仪法师就可以讲是明仪佛 为什么呢 因为你成就的果位啊 就是佛了 密教里面就是这样子讲 这个是平等性最高的 佛的法身呢 圆满 同时他又慈悲众生 把众生都看成佛 这个就是他本身的平等性 那么我们学会佛法以后啊 就要尊重每一个众生 这大所应的法就是 尊重每一个众生 都把它看成佛 再做一种救度众生的工作 这个是才是真正的大慈悲 所以佛法是大慈悲 就是在这里 因为他本身有平等性 我们不能讲说 啊水长得怎么样子就不像佛 其实都是佛性是一样的 法身佛一律平等 再长得再丑 身体再臭 一样都是佛性 这个就是平等性 我们再跟大家谈大所应的特性 我们有讲过大所应的特性有三 就是平等性 无公用性 无公用性 另外还有自然性 我们再讲这个无公用性 这个是很深的 这个让你意会啊 很难去想得到 什么是无公用 难道大所应啊 修正了以后啊 成就了以后 什么公用都没有 那修这个干什么 我们修大所应做什么 这个是很难去思议 不可思议 很难去想 很深 今天你请我讲大所应的特性 我可以这样子上来做 跟达摩祖师一样 好 开始讲大所应了 好 完毕 下来 就是不能言说的 不可以讲的 没有文字可以记载的 无公用性 就是它 我告诉你了 四个字 如如不动 就是无公用性 它的特点啊 在它修成了以后 根本不用言说 如如不动的 那一种境界里面 像这样做的 就是无公用性 你说 雷尚师里面的佛菩萨 哪一尊有公用 每一尊都是做的 无公用性 这个就是大所应的特色 你知道啊 你知道啊 真正的无公用是什么吗 可以讲是无为 无为就是无公用 无为 不做什么 如如不动 无为 就是无公用性 那个真正啊 那个剑术的高手啊 像光本武藏 他在 在那个 好像是跟人家对敌之前 他是无公用性 他是做着 然后安静下来 很静很静的 变成没有 好像没有什么作为啊 他鼻子秀一下 有杀气 有杀气 这是什么呀 这是无公用性 这是无公用性 里面的东西 你真正啊 好像是要跟人家打架以前啊 你就先 哇 动啊 这个 一直这个 好像就三结棍 这样子 弄了半天 弄了半天 人家丢一个石头 你就倒了 你看很静下来 很安静的下来 让对方先动 你是在做最极静的功夫啊 杀气从哪里过来 你要知道的 这里面有杀气 你可以感觉出来 这是无公用性 真正的圣贤啊 是以静自动 他很安静的 很安静的 这是无公用性 真正最极静的状态下 才能够产生智慧 所以你心很狂乱啊 就六神无阻 我们讲你心里很乱啊 我现在心里很乱 六神无阻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乱 真正你急静的时候 一静下来 智慧产生 你对于任何事情 你都能够处理 这个是无公用性 最高的境界 真正的五四道啊 不是说这样 好像站着 他们不敢动的 因为一动 对方就知道要做什么了 所以不动 反而周身啊 充满了渐气 那个渐气是弥漫的 我不动 如如不动 一只苍蝇飞过来 瞎 这苍蝇就死了 苍蝇就死了 为什么 他可以听到 苍蝇在飞行的声音 你心不极静啊 怎么如何听到 苍蝇在飞的声音 所以真正的行者 真正的高明的行者 是静的 不是这样子乱毛毛照照 乱跳乱跳的那一种 绝对不是这样子 真正的剑术的高手 也是不动的 他可以发出 他从发出的这个剑气里面 就知道对方的能力到多少 反而非常的悠闲 非常的静止 这一种状态 就是无功用性 哦 不要以为无功用性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作用都没有 不是 它是在静极之中的静极 智慧从静定当中产生 所以佛法三无漏邪嘛 借定慧 先借你的身体的动 那么由禅定里面产生 无上的智慧 这个邪佛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邪佛到了最高的境界 像西空一样 包容万物 它本来就是西空 如如不动的西空 但万物就在这个西空之中变化 它掌握所有的万物的一切的动 它一静极之中掌握一切万物的动 所以我们啊 这个邪佛的行者 必须要知道 你不能这样子很虚妄 对于这些外面的一切 你不要去追逐 不去追逐 就是无功用性 是一种无为 但是你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你为的话就是智慧 只要一作用就是有智慧的 看起来好像没有智慧 完全是没有智慧的 但是只要一动就是智慧 所以那个好像是说 那个武术的高手 剑不拔而已啊 剑一拔就是一定要中的 没有说拔剑而不中的道理 这个武士刀放着 一拔一抽出来就是中的 所以在安静里面 可以显现他本身的为智慧 你假如是经常在动之中 你没有办法得到智慧 所以西空最静 西空最有智慧 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个自然性 就是任应 太极前最适合这个 这样子随着转 随转 是什么意思 任应 太极就是任应 自然 本来你是西空而住的 显现什么 你应用什么 这个利亚从这边来 你这样子给它收起来 再回一回去 就是太极 四两拨千斤 就是太极 以柔克刚 就是太极 这个是一种自然 自然性 我们学习佛法 这个在所有的万物之中 你自然随顺 一切非常的舒适 就等于是在极乐世界里 所以陛下又应用你自己的智慧 去自然 去随顺 Omāni bēmī hong 我们今天讲这个 如何产生灵体 密教里面谈到这个明体 也就是一昼意识的光明轮 在内讲起来 在我们自己行则的 内在讲起来 又称为法性智 那么这个可以讲起来 就是静光 清净的光明 密教里面谈到这个光 静光 可以讲是 外面的光明轮 跟自身的这个法性智 二则互相结合起来的 合一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静光 就叫做静光 那么明体的这个产生啊 很多人以为啊 这个明体是 从外面来的 从外面产生的 其实这个里面也有这个 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的这个道理在里面 佛陀啊 他认为啊 他认为啊 一切啊 仍然是由自己本身心所造 也就是为心所造 没有自己自身的静光啊 不会有光明轮 所以自己一定要显化 才有宇宙意识的光明轮产生 所以佛法有讲到这个 这个是向外求啊 或者是向内寻找的问题 所谓正法 都是向内寻 向自身内在去寻 所谓的外道 就是讲向外去寻找 这个道理啊 大家要明白 那么明体如何产生呢 还是要追求你根本的内在的清净之光 这个道理啊 就是说 你只要内在的清净之光啊 能够产生的话 它跟宇宙之间啊 宇宙意识的这个光明轮 它自然就会下降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有一个重点 你自己啊 假如不自己修持的 产生静光的话 你一直在追求外面的这些 你能够看到什么啊 或者是说听到什么 那个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想看到这个净光 一定是自己本身的内在 先有净光 那么密教里面的修行啊 很重要 光从哪里来呢 像我们佐佛定里面已经讲清楚 佛 佐佛 是由热来 那么光啊 是由佐佛来 那么光明呢 这个静光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你本身自身清净 才能够产生光明 你清净了才有光明 你不清净了 就难得有光明能够显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 我们讲这个意念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密教的修行呢 可以讲是念力 你由念呢 产生热 产生佛 由佛产生光 那你有清净的意念里面呢 才能得到清净的光 那所谓这个三脉啊 这个七轮啊 那么你身体里面的三脉七轮 多能够因为佛跟明点的染低作用 全身变为清净的时候啊 你自然啊 产生清净的光明 所以释迦牟尼佛 看见这个东方的明星呢 是由自心里面啊 产生的明星 我们今天行则啊 看到明体 是因为你自身里面 已经有近光 才能够看到明体 所以星光发露了 这个星的光明啊 透过这个眼 然后才能够观察到宇宙的光明轮 才能够看见佛陀的东方明星 所以这个是一个修行的药子 不能向外去找 所以你这个在禅定里面啊 你先要看光 然后光从哪里来啊 这个明体从哪里来 原来还是从自心里面所发露出来的 你的光啊 在一起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道尽光 就是道尽光 就是成就的光明体 秘教里面修行啊 完全你要设招的话 招请啊 也是自心轮放光 去招请宇宙的所有的本尊下降 这个心中莲花开放 晝日放光 出去 整个宇宙的本尊才会下降 所以明体从何产生 当然从自心产生 这个是最重要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谈这个专医瑜伽 专医啊 大所运里面啊 第一个瑜伽是专医瑜伽 那么很多的弟子来问我 他要如何修行 我经常给他们写两个字 写上两个字 就是专医 你一定要专医 大所运的第一个瑜伽 也是专医瑜伽 专医有什么作用呢 因为专医的时候啊 能够静 由静啊 才能够产生定 由定啊 才能够产生智慧 你不管做任何事情啊 修行的事情啊 要专医 其他的事一样 我们看那个日本的这个剑道 这个武士 他们在比剑的时候啊 日本武士啊 在比这个武士刀的时候啊 经常你看到一个在那个啊 他们的前八大这个木蜜里面啊 经常看到他们两个人对峙 两个人都拿着这个刀 武士刀啊 都很安静的站在那里 在还没有比试的开始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很近的 他们是在做什么啊 是在做专医的 就是在做定的功夫 在那一个时刻啊 就可以啊 有这个刀轰啊 剑气所产生 产生出来 所以啊 要能够胜对方啊 一定要找出他的一个死角 所以不管你比刀法 越安静 越能够忍 越能够定的人啊 他就站上后 谁一出手啊 哪里就死角就露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般来讲 武士道啊 他还是在讲求 静跟定 密教里面呢 专医一家是一样 我们比一个索印 这个一个索印比出来 这是指示印 也是剑印 那一比出来的时候啊 只是一个剑印 一个指示印 但是你一个灵神啊 这个剑呢 他就伸长 伸到白银里面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专医一家是讲 无形的 是无形 我们比一个简单的印 这个是招勾印 这个是招勾印 是招勤勾 金刚勾 招勾印 你比这个索印呢 没什么 大家看呢 你就比一个勾 但是你一凝神啊 他这个勾啊 金刚勾啊 就进入 西空之中啊 西空之中啊 勾住这个神仙呢 成座的云 一勾 这个神仙就下降 勾住菩萨的莲花座 就一勾 菩萨就下降 这个是金刚勾啊 所以你必须要专医灵神 去勾 这个是密教 所以专医一家是这个意思 我们行则在做任何一个附魔的时候 一定是专医 灵神的 不能够匆匆忙忙的这种乱 做任何仪轨都是专医的 都是灵神的 密教里面呢 用能力 那么正法呢 我跟大家讲 所谓的正法 就是你能够专医 能够静 定 就是正法 什么是外道啊 什么是旁门啊 你修错了 走错了方向 就乱 心啊 不能狂 不能乱 学佛啊 是学静 定 产生智慧 而不是叫你狂 乱 入魔 走火入魔啊 都是狂 都是乱 他心思不定 心思乱 所以我讲啊 你定下来的时候啊 你知道轰从哪里来 轰从哪里来 从电轰上来 你可以听到轰的声音啊 静的时候定 一根针掉下来 声音很响的 叶子飘落 秋天的叶子飘落 在地上 你可以听得很清楚 那你假如心里乱的话呢 你根本听不到这些声音 所以五四道啊 你看他啊 这个刀轰啊 这个剑气刀轰啊 他们静下来说很安静的 这个剑从哪边来 应该怎么返回去 他是有方法的 所以你越定的时候啊 越能够啊 胜 越不定了 心里越乱了 越容易败坏 我们今天修行啊 很重要 跟你讲这个很重要 心不能太福 要定下来 心不能放异 要守戒 守戒是为什么 叫你心不要放异 不要乱 守戒啊 你心才会正 才能够定 安定你的心神 专一的 用你的念力 去进入 三脉 七轮 进入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让它 发热 发光 智慧从哪里产生啊 你定才能够产生智慧嘛 你乱七八糟的时候如何智慧如何产生 所以你要灵神下来专一的思索 就能够智慧的光明就会产生 这位邪博啊 这位邪博啊 所谓三无肉邪啊 是戒 定 慧 我们中国也讲了 这个 这个立 考虑 失利 定 禅定 安 安 就是能够安住你的心 得 你才能够得到 也有讲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着火入魔的原因啊 在于心啊 乱了 你心能够定 能够静 就能够发出智慧的光明 今天讲到这里 阿玛的伯明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